赤重 赤重 像刚刚讲到说 韩剧里面有很多复仇的桥段 但是李泰远科大师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是讲一个是比较属于青春的 关于热血的比较励志的故事 我还想不想出事 我表现一个难受 你们有的 我们兄弟已经成立了 那我们一旅行吗 那像男主角普世路他其實就是從一無所有的一個高中沒有畢業 然後又殺人未遂的前科犯的身份想辦法翻身 以及一路上遇到了好夥伴以後 就有點像那種熱血漫畫的感覺 就海賊王出來開始找夥伴 一路收服了哪些人 然後這些人可以給自己什麼樣的幫助 就是這樣子又慢慢慢慢上來 而且他的主角群裡面其實都是每個人都是有缺陷 裡面沒有完美的人 那反而會讓大眾會覺得是說跟現實的人生是比較接近的 而且在他的社會結構當中他是不是有點滿解氣的 因為財閥控制宰治了這個社會 那一般的平民怎麼辦 他透過了這樣的一個劇情的鋪陳 讓大家的情緒有一點點出口 但回過頭來你看喔 其實在這些劇當中 男衣女衣的顏值非常的重要 當前面已經有愛得迫降的孫逸臻的時候 你好好說話喔 離太院Class現在正好喔 我們進入了離太院Class的金多美 呈現了另外一種非典型的女主角形象 被稱為怪物新人 可能不是那種傳統的美女高挑時尚腿長 但他也成為另外一種年輕觀眾追逐跟討論的樣板 我其實說我看離太院Class就是因為這個女主角看的 真的嗎我完全是為了女二 我想說男人都是為了女二吧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女二全娜啦 但對你為什麼會喜歡 因為他真的演的魔女太厲害了 就是我看完就是 就是自己在家以為是電影院 然後站起來給他鼓掌 所以我後來發現原來他是其中女主角的時候 我馬上就為了他的演技而看 那Shine呢你從女生的角度的立場 我喜歡女衣的打扮 你是個性 對 帥氣皮衣然後短髮還有一點染色 我覺得他真的是顛覆比較 就是大家傳統既定的那種韓劇形象 也完全不是男生喜歡的類型吧 對 但是他很聰明 對 他聰明 他在劇裡面有個性 然後又有自殺 調皮啊 而且他是一個人氣的這個 就是社群網站的這個網紅 對 他有點反社會的個性 對 很可愛 他是不是也幫了所謂的這種 諺女市場又提供了另外一種出口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他是自己說我有反社會人格 然後他也不願意順從媽媽的安排 媽媽就是跟他說 你就是好好讀書好好考大學 然後你找一個好人家嫁的就好 這個是很傳統的韓國父母的價值觀 但是這個金多美他這個角色就是目標 我今天為了 我看到一個我覺得值得賭上我人生的男人 我就是跟他一起去打拚 那我憑著我自己的聰明才智 我即使不用有好的學歷 我可以靠著 SNS 靠著網路社群 我自己一樣也可以有很好的收入 那再加上比如說他在面對劇情裡面 他在面對霸凌 同儕霸臉的時候他是可以很帥氣的 直接就甩對方 14個巴掌 連續14個巴掌 大快人心啊 這種東西 就是你在一般的韓劇裡面 通常你看不太到 因為一般的女主角設定可能就是殺白甜 應該是他準備要被打 然後男主角出來了 對對對 然後男主角把他手抓著 對 套路 對就是像這一類的 所以京都美本身他就是有一個很符合年輕世代的那種 image的感覺 甚至是對於很多年輕女性來講 他們被壓抑很久了 而且很解氣就是看了之後有一種抒發爽快感 大家還記不記得劉成龍 第一劑裡面看起來表面上最壞的大壞人 對 他說了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他說他前一陣子為了要拍戲 他跑到非洲去 結果沒想到非洲當地人認識他 結果跟他說 我知道你有演李斯朝鮮 蛤 這麼厲害 有非洲的同胞都認出他來 是 這齣戲被女威時報評為 是過去十年間三十大最棒的drama之一 對 從這邊再再都可以看得出來是說 這齣戲其實不只是在韓國獲得迴響 因為 所以他是韓國有史以來第一出的 以活屍為題材的連續劇 電影已經有十數列車了 而且是活屍為題材的古裝劇 古裝劇 這真的很特別 尤其他還不是一個架空的宇宙 或者架空的世界觀 或者是架空的環境 他就是現實 他就告訴你這些東西 是現實的地點 你在那些景一些地方 你都是可以有好劇 你可以找得到的 當然是沒有活屍這個世界 可是其實編劇也很巧妙的 穿插了一些 野史 韓國的野史的傳說在裡面 是什麼呢 就是比如說 以前曾經有野史謠傳說 日本在侵略韓國的時候 就有傳說 朝鮮以前他們就曾經試圖 用瘟疫去擊退日軍 那這個部分其實都在 李斯朝鮮第一季之後 都有稍微提到一些 他有埋了這些梗在裡面 那這些東西都會造成很大的迴響 這些東西我們都可以拭目以待 你看生化戰早在以前就有了 所以李斯朝鮮第一季的Ending是結束在哪 他是有個懸念在那邊嗎 是的 第一季的劇情其實除了前面交代說 這個瘟疫這一場疫病 然後這些火事是從哪裡來的之外 到最後就是當然朱志勳 他飾演的王世子李昌 一路想辦法搬救兵 然後救兵被滅掉 然後到北跑 用別的地方去搬救兵 搬救兵滅掉 好不容易最後找到一個地方 是有很強力的資源 他們也都部署好了 摸清楚了 OK 我知道這些火師大概要怎麼對付了 沒有想到一天亮 他們把裝備撤一撤 該收了收一收 準備回家了 發現哇 整片 整片的火師大軍 朝他們迎面襲來 怎麼辦 為什麼會這樣子 所有的謎 大家很想看下去 然後就 沒有 對 難怪那時候大家敲完第二季 敲成這個樣子 是 對 那在最新的這個劇集當中 他的製作成本非常高 他一集要花六千萬台幣 你知道女鬼喬 電影也才兩千萬 然後一集就六千萬 他這錢都花到哪裡去了 他的這些火師演員用的數量 非常龐大 你要演火師的話 你必須要先接受兩個月的訓練 然後他們是訓練完了以後 在每一場上戲之前的兩個小時 就要到現場去化妝 他的那些火師的妝 是一層一層一層慢慢畫上去的 那因為活人跟死人的眼睛的瞳孔 看起來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還要戴隱形眼鏡 還有就是 火師有些嘴巴裡面不是有血嗎 那個也不是說拿來包番茄醬 一菜一菜就好了 他那個也是特製的血漿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就是 韓國的時薪比台灣高 這個都省不了 是